很多白鴿在頭頂 做得我很害怕中頭獎 現在我身處的就是 齋山物議宜的一個最大的城 就叫做巴特旺基雜仔 我沒記錯這個名字 巴特旺基雜仔 這個城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當時有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人 他故意起來是給他五個兒子住的 給他兒子住的都要起座城 大家都見到 剛才進來的門口 其實是一條街道 基本上以前他的建築只不過是兩邊 但他就特地製造了拱門 他就發尖了一個公共的通道 就蓋了門口 蓋了門口有個頂上高就繼續可以蓋樓 鴿突旺基雜仔的設計 由多到很像格子那麼密的窗簾 和樓台組成 用最上席的顏質三顏建造 因為全部的雕刻實在太精細了 很多人都會以為這座窄底是由白牌木所雕成的 當我窄一眼見到的時候 我心想 哇 用不著這麼厲害 究竟當時的人怎麼可以有這麼厲害的手工 雕出這麼漂亮的地方呢 很漂亮喔 這些是當時皇帝那種的線 他們的建造物的節奏很特別 窗口就不太好 所以風光是比較差 還有印度比較容易線 所以經常都要撲滅 要不然就會容易 二百萬錢的武門 當時的燒花很漂亮 這間就是他們的燒 最涮的或tering的地方 就是它們吃煙的日間 在篭那張沙發掉 主人床 主人床的都是用蕉子來製造 has any概念 那旁有 minha寶寶 fal 紙床有趣,紙床兩邊有照片 當時沒有拍照,我畫了爸爸媽媽的樣子 看著自己爸爸,搖著身體有趣